记者张聪秋张化报道,台素石化集团云林麦寥六清厂区排放废弃,对张化县危害挥之不去,距离最近的大城乡台西村受害最重。 张化县政府新闻处长李俊德今天在一场公屋宣导活动中指出,日前他看报道,听到台西村常说村内近日还有三人还没出病,都是肺癌网生。 他看了都很难过,由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与张化国际青年商会主办的从海的那边,到落日余晖。 放映记应后座谈会,本周日,29日,下午2点在张化县立图书馆演讲厅举办,现场江博英两部跟中部空屋有关的短片, 一部是林嘉安导演长期记录张化大城台西村的空屋首部曲记录片海的那边,一部是入围坎城影展短片角落的领东科大学生毕业作品 主办单位今天在县府六楼新闻处走廊举办宣传活动,邀请民众参加免费的空屋短片首映会,入场者将可获得口罩,参加有奖征答还可收到神秘小礼物。 李俊德表示,日前他看到报道,台西村长受访时说,村内近日还有三人因肺癌病势还没出病,他听了相当难过,未来2025年飞和家园后,县府考虑将六卿和中火歼灭,就像把台化停炉官场一样,还给民众最好的空气。 卫生局长叶燕博指出,海的那边纪录片从彰化看到六卿的空屋,落日余晖则是运用剧情片演出空屋的危害。 台大公卫学院院长詹长泉研究发现,距离六卿越近,癌症发生率及死亡率愈高,空屋对健康的影响除了肺癌之外,与心血管疾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病影响也很大。 张化县医疗界联盟理事长前建文指出,詹长泉老师在没拿六卿回馈金的大城乡做了近十年的研究,因为没有回馈金的干预,大城乡成为一个窗口,让民众看到污染,看到企业对弱势群众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威胁。 海的那边纪录片唤醒大家意识,让民众知道问题严重性。 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理事长叶光鹏指出,影响工作者让看不见的空屋被看见,唤醒民众了解空屋的危害。 4月29日放映会落日余晖令东科大的导演,制片团队将会亲临现场,与大家直接对话。 海的那边导演林佳安活动当天也会亲自语谈,他得过多个奖项,是台湾第一个拍摄恐怖短片的导演。 海的那边红录片